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轮哥 今天的任务是要找一款14年的i7处理器512G的内存的笔记本电脑 因为这个老朋友他说只能接受4000左右的预算 那么带着这个任务 我们去看一下14款的基本配置 以及现在的行情 let's go 这个是14款的 他92定制机 16加16加512G的内存来 他上面贴了 贴好了 这个记者 是一个粉丝他等了很久来找到的一个基地 首先给他们看一下这个 平色 这里有一点很轻微的这种小颗 看到没 然后在后面有一点有一点点 这里来 这个事情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红色 其他的话整体还可以 13寸的 来把镜头拉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配置 放进一点 再放进一点 再看一下这个是 处理器 上机 然后i7的运营 而且的处理器 3.0 i7 3.0 然后给你16G的运行内存 不知道你如果上去我都能夸多了 如果换个100 电池的话是290290电池啊 好了就就 这个也是一个四万摩的屏幕 因为电池机的话 呃 配置的话相对高一点 标准版的标准版的这个 他9二的话 它是i5的8加5加2的内存 多少多少节 他就把扫不扫一点 这么花 那就是找我 找我就是吧 好花真的好花了 走了 不过那里只有两点吧 那那那两点几大还可以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视频 视网某的屏话是不是非常的清晰 来拿下来 把这个显示器给他们看一下 再把这个键盘的话也测一下 打开一个 运气键盘 然后在这上面的话就全部把它测一下 爸爸就这个吧 他带给你 三三七五零啊 一样分一半 我怎么过来了啊 装好的装好了吗 苹果的差不多200 没那是300装好了就不用装了 可以可以 不装了 ok 13顺着电盘的话 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其实也很方便 你看刚好放进来 鞋带很方便 非常好 那就这样 ok 拜拜 我主了 你们过来了 放在这里啊 兄弟啊 我拍了这个兄弟哈 好 就这样